哈囉大家好 我是肉肉 今天薩爾達小教室要來跟大家分享 初始空島的第一技能救急手的神廟位置及攻略 這座神廟名叫烏可烏猴神廟 地點在座標0275-0913-1406 神廟開啟的條件是 首次來到十隻神殿接觸到劇情大門後 老魯會跟你說你能力不足必須收集其他力量 第一個神廟就是烏可烏猴神廟 這個神廟的內容有三個小關卡 首先第一個就是按下L鍵啟動救急手 將準星瞄準在右邊的石板 按下A之後就可以吸起來了 向左邊移動後會發現地上會有綠色的方塊 這個就是按下B鍵取消後石板預計落下的位置 讓對面與自己這邊都有覆蓋綠色的色塊 就可以放下去石板順利過去 走過去之後會看到三塊石板 掏鉤的距離也更長了 這個地方大家應該都有想法了 只要將石板前後相接就可以過去了 救急手的相接方法 只要將物品互相靠近出現綠色的黏液 就表示預計黏貼的地方 所以會有千奇百種黏貼方式 不過因為薩爾達的開放世界絕對有一萬種的解法 所以只要你能順利的搭橋過去 這一小關也沒有什麼問題 最後一個部分會看到有一個軌道 左邊會有很多材料 這裡的掛鉤會是關鍵 只要將掛鉤跟木板組合好 利用救急手吸起來掛上去 掛好之後趕快踩上去就可以順利過關 好的以上就是神廟烏可烏猴的解疑方法之一 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什麼超有創意的解法 薩爾達最善就是有一萬種解法 如果你有更酷的解法 恳求大家在留言區分享給我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開啟小鈴鐺 或是加入肉鋪會員成為肉圓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 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級感謝來支持我們唷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